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海龟爬到了井边 探着脑袋往井底看 哦 下面有只小青蛙 海龟跟青蛙打招呼了 嗨 小青蛙 我是从大海里过来的海龟 你闷不闷呀 待在这么狭小的地方 整天只能见井口大的天空 青蛙说 我在这儿多么逍遥自在啊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底大吗 海龟告诉青蛙 你提的问题真是可笑 井底怎么能跟大海比呢 海可大的无边无际啊 深得看不见底 住在那儿才真的叫做自由自在呢 寓意点拨 井底之蛙这成语出自庄子秋水 用来预指那些眼界狭小 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古时候有个叫熊蛆子的人从小喜欢射箭 经过刻苦练习 熊蛆子射箭的本领已经很高了 师父对熊蛆子说 你现在射箭靠的是技巧 如果再想提高就必须用心去射箭 熊蛆子琢磨着师父的话练得更加刻苦了 一天夜里熊蛆子独自在山林中行走 猛的看见前面不远处扶着一只老虎 熊蛆子大吃一惊 立即张空搭剑 嗖的一声向老虎射去 可是过了好半天 也没听见老虎有什么动静 熊蛆子觉得很奇怪 便上去看个究竟 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老虎 只是一块很像老虎的大岩石 只见熊蛆子射出的那只箭 已深深陷入坚硬的岩石里 金石是指金属和石头比喻最坚硬的东西 金属围开的意思是连金属都被打开了 形容一个人 星船之间力量无穷